第421章 周元显微 轰轰 一波波阴寒而狂暴的灰白元气 以杨玄为中心肆虐开来 元气光柱如狼烟般升腾而起 在那其中 犹如是能够听见 充满着死亡气息的乌笑之声 感受着那种雄厚无匹的元气 在场的猪人都是面色微变 看向杨玄的目光中 充满着忌惮与惧色 周元 小心 白莉在后方忍不住地出声道 显然 此时的杨玄已经处于暴躁的状态 经过先前的交手 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杨玄的确极其地棘手 甚至于之前他与秦海在与其交锋时 恐怕后者都并没有完全地认真过 但眼下 他无意间失手被周元所伤 这也是彻底地激怒了杨玄 哦 杨玄眼神阴冷地锁定着周元 双手合拢 形成了一道手印 顿时间冲天而起的灰白元气红流俯冲而下 浩浩荡荡之下 连大队都是在颤抖 震动 而且 在那元气红流内 隐约间 似乎是有着无数的影子在窜动 那些影子 有兽 有人 看上去极为的诡异 这是杨玄所修元气 名为万古元气 乃是要以诸多古骸中的死气 与自身相容 如此形成的元气 蕴含着死气 一旦被侵蚀 肉身便会迅速地腐烂 极为的霸道 咻 灰白元气红流呼啸而下 周元也是抬头 他望着 那等雄魂元气 眼中也是微宁 下一瞬 他脚掌一跺 竟是不闪不闭 反而是迎头而上 天元笔在其手中微微地震动 天地间的元气 也是在此时呼啸而来 涌入天元笔内 于是周元周身的元气波动 也是在节节攀升 一般按照正常来说 周元毕竟只是太初境四重天 即便他抵御能够媲美一般的太初境七重天 但要跟处于七重天圆满的杨玄相比 显然还是有所差距 但眼下 有了天元笔这新晋的天元兵的增幅 在这元气差距上 从某种角度而言 周元已是不弱于阳玄 是 千丈庞大的元气洪流之下 周元的身影宛如蝼蚁 然而 他却是毫无畏惧 天元笔一阵 雪白的笔尖再度渐渐地变得漆黑 晦涩深邃的光芒凝聚 显然是再度催动了破元的力量 给我破 漆黑的笔尖与元气洪流碰撞在一起 天地仿佛都是寂静了一瞬 再然后 无数道视线便是震动的见到 巨大的元气洪流开始从头崩溃 而周元的身影则是直冲而上 所过之处 灰白元气尽数崩裂 在破元的增幅下 只要对方的元气攻势 并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 那都将会在破元之下 若是数分 哼 杨玄健壮 眼神更为的阴逸 应发一变 顿时间又是树道元气洪流呼啸而出 贯穿虚空 接连不断地对着周元轰去 显然 他还是有些不幸险 周元的身影在天空上闪略而过 天元笔震动 鼻影破空 而每当鼻影掠过时 那呼啸而来的一道道元气洪流 便是被其生生地贯穿撕裂 望着天空上那道闪现的身影 无数道视线中 都是出现了一些惊叹之色 谁都没想到 周元竟然凭借着 太初近四重天的实力 生生地将来自杨玄的元气攻势 尽数地击溃 在那远处的半空中 李清禅美眸中光芒涌动 也是将这一幕收入了眼中 当即他绝美的脸颊上 也是浮现了一抹惊异之色 周元的实力 怎么突然提升了这么多 他自言自语 现在的周元 明显比离开苍玄宗时 变得更强了 至少 以周元在苍玄宗时的层次 恐怕很难正面接下 杨玄这种层次的元气攻势 在那一旁 赵竹的面色也是惊议不定 在他看来 周元虽然算是他们苍玄宗 这一辈新人弟子中的翘楚 但也仅限于寻常弟子中 而周元想要在子代弟子中 闯出地位来 起码还要数年的时间打磨 但眼下 谁能知晓 周元竟然能够跟七重天圆满的 杨玄斗的不分上下 这样的他感到极为的不可思议 周元手中的黑笔有问题 李清禅看了一回 终于是看明白了过来 轻声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这只黑笔 恐怕达到了天元兵的层次 周元自身的元气 的确不及杨玄 但他手中的黑笔 却是极为的怪异 似乎是具备着某种特殊的力量 这也是为何 周元能够屡屡 以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姿态 将对方的元气攻势击溃 天元兵 赵竹一正 天元兵可不是什么寻常之物 即便是在苍玄宗内 也唯有他们这些圣子 才能够获得宗门的赏赐 寻常弟子 就算是有些背景 也不一定能够拥有此物 原来如此 在那火山口外 诸多势力望着元气光幕中 倒映出来的景象 也是在发出一些惊呼声 显然局势 发展到现在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屋长老同样 是有些目瞪口呆的 望着元气光静 这个小子 他盯着那不断将一道道雄魂的元气 光注击碎的周园 苍老的面庞上 也满是惊异之色 他怎么都没想到 当苍玄宗的局势 恶劣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站出来挽救局面的 竟然会是这个 被他一开始就发配到 核心圈之外的周园 这小子 怎么这么猛 屋长老忍不住地道 明明只是四重天的实力 但偏偏能够与杨玄斗成这样 他瞧了半晌 最终目光 也是停留在了周园手中那黑笔上面 怪不得 显然 他也是看出了端倪 不过 不管原因是为何 屋长老都不在乎 因为他只在乎结果 于是他的目光 开始带着一丝期待地 顶着周园的身影 眼下 也只能期盼着 周园能够将那杨玄阻拦下来 屋长老不指望周园能够打败杨玄 但只要能够将对方纠缠住 那他们这边 就能够多许多转环的余地 不至于被逼得毫无退路那般狼狈 小子 你可得给我加油 若是你能拖住杨玄 此次热完了 老夫直接给你一个上上评价 碰 碰 天空之上 一道道灰白的元气洪流 不断地呼啸而下 气势凶悍 那一道元气洪流 都足以将一座山岳移为平地 然而 周园的身影闪烁在其中 手中黑笔所指之处 一道道元气洪流尽数地崩溃 那般姿态 实在是有些摧枯拉朽 杨玄的面色 则是在此时越来越阴沉 他这般元气攻势 就算是先前的百里与秦海都挡不住 然而眼下 却是无法对周园造成丝毫的威胁 是那只黑笔吗 他目光阴益地盯着周园手中 斑驳神秘的黑笔 碰 又是一道元气洪流被贯穿 周园眼中寒光一闪 他的身影瞬间虚化 犹如是瞬影一般 直接是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杨玄身后 破缘 笔尖有着晦涩深邃之光浮现 漆黑如墨 掠过之处 连空间都是在动荡 风锐的笔尖 极为刁钻地直指杨玄背心要害 啪 杨玄双掌一拍 灰白元气滚滚 直接是在其周身 形成了无数重元气防御 吃了 然而 面对着杨玄的那重重防御 比肩荡漾着黑光掠过 那一重重元气防御 直接是如宝纸一般 被撕裂开来 就是现在 周园眼中凝聚着锐利 手腕一抖 比肩化为一道黑光 直指杨玄要害 天地间 也是在此时响起一道道惊呼之声 周园等待了许久 终于是找到了机会 显然是打算彻底重创杨玄 白丽 秦海等苍玄宗的弟子 也是眼睛瞪大起来 呼 比肩掠过 然而 就当比肩将要洞穿杨玄身体的那一瞬 忽有一道灰白影子掠来 最后重重地与比肩撞击在了一起 当 火花四箭 狂暴的元气冲击波暴发开来 连云层都是被震散开来 周园的瞳孔 在此时微微一缩 比肩传来的震荡 竟是令得他的手掌 都是传来的剧痛感 那种摧枯拉朽般的姿态 终于是被阻拦了下来 他眼眸一抬 只见得那笔尖的尽头处 一截古边 将其挡住 古边呈现惨白色彩 其上鸣刻着一道道诡异的纹路 古边微微扭动间 似乎是释放着刺耳的尖笑声 天地间的元气 也是在源源不断地 对着古边内涌来 而手持古边的杨玄 周身气势也是在惊人地提升 他此时也是抬起头来 死死地望着近在咫尺的周园 嘴角有着森寒猙獰的笑容浮现出来 天元兵 你当我就没有吗 第422章 杨玄棘手 天空上 黑色的天元笔 与一截惨白的古边碰撞在一起 那所散移出来的元气波动 直接是引得空间 都是在微微颤抖 当 古边猛地一震 元气爆发 直接是震开了天元笔 而周园的身形 也是在此时急射而退 杨玄没有追击 他立于虚空 眼神阴溢地盯着周园 手中的古边之上 灰白元气萦绕 散发着刺耳的尖笑声 他周身的气势 在不断地提升 天地间无数道视线 也是汇聚于此时的杨玄身上 最后停留在其手中 那惨白古边上 皆是眼神一鸣 竟然也是天元兵 好家伙 这杨玄竟然被逼到这一步了 先前百里和秦海联手 都没做到呢 真是可惜 先前周园能够成威 主要原因便是因为 他手中的天元兵 如今杨玄也是有了天元兵 恐怕局面又得有所变化了 在那诸多窃窃私欲声中 周园也是眼神威胁凝重地 盯着此时的杨玄 经过先前短暂的对碰 对方手中的古边 应该的确是超越了 玄元兵的层次 但却并不算是真正的天元兵 准确来说 或许能够算作 一柄准天元兵 但即便如此 当杨玄也是祭出天元兵后 他的优势就会开始衰减 毕竟天元比的破元 最为地针对纯粹的元气攻势 但在面对着对方的天元兵时 破元的威力就会弱上一些 周园的手掌 缓缓地紧握天元笔 漆黑如墨般的笔尖上 有着深邃之光流转 刷 下一瞬 他眼神呼得一宁 因为那杨玄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了他的前方 再然后 那惨白的古边 便是化为无数道古影 铺天盖地的呼啸而来 每一道古影 都是带着尖笑 传入耳中 甚至连体内的元气 都是受到了影响 有所稳问 周园急忙运转元气 抵御着那种尖笑的干扰 天元笔一阵 元气涌动间 也是立即迎上 荡 荡 只见在天空上 两道人影闪电般的交错 无数道笔影边影凶悍硬碰 每一次的碰撞 都有着千丈巨大的元气涟漪爆发开来 震荡虚空 那般交锋 可谓是凶狠到了极致 不过这一次 任谁都是看得出来 面对着手持一柄准天元兵的杨玄 周园先前那种 催枯拉朽般的姿态 已经失去 虽说从品级上而言 杨玄手中的古边比不上天元笔 但后者毕竟自身的元气底蕴 远胜周园 所以在借助了古边的力量后 也是渐渐地 再度将局面扳回手中 在那天地间 一道道视线 都是紧张无比地 望着天空上交战的两道人影 短短数分钟 已是交手上百回合 当 又是一次猛烈的碰撞 周园身形被震退 他面色愈发的凝重 天元兵对于战力的增幅 的确非同小可 这杨玄与先前相比 棘手了太多 此时他的手掌 都是隐隐地传来刺痛感 你先前不是很嚣张吗 那杨玄目光看来 嘴角有着讽刺浮现 打完再得一把 周园回忆冷笑 那就看你 还能嘴硬到何时 杨玄眼神阴冷 手中古边猛然一震 竟是冲天而起 顿时间 漫天都是阴冷的尖笑之声 天地间的元气滚滚而来 涌入古边之内 一股微压 也是随之释放出来 天古边 天古影 杨玄双手结印 爆合出声 只见到天空上 古边中有着 惨白的元气爆发出来 最后竟是在那古边之外 隐隐地形成了 一道巨大的白骨虚影 那道虚影似人非人 似兽非兽 宛如是无数种的集合 看上去相当诡异 呼呼 那道巨大的白骨虚影周身 汇聚着惊人的元气 下一瞬 猛然呼啸而下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俯冲向周园 望着那道白骨虚影 周园的瞳孔 也是微微一缩 显然是察觉到 杨玄这道公式之灵力 他也是深吸一口气 手掌一松 天元笔冲天起 吸取着天地间的元气 顿时有着璀璨金光爆发开来 天元笔 万经文 当周园印法变换时 天元笔内 仿佛是发出了 悠扬而古老的金银之声 澎湃的元气 宛如风暴般的呼啸涌动 与此同时 一道巨大的金银浮现 盘旋在天元笔周身 紧接着 又是一道 一道道金银不断地出现 最终竟是达到了五道 伴随着天元笔进化到天元兵 万经文的威能 显然也是有了巨大的提升 以往周园施展时 顶多出现一道金银 然而现在 却是翻了五倍 每一道金银 都拥有极为强悍的力量 如今五道汇聚 足以翻江倒海 显然 面对着杨玄越来越惊人的攻势 周园也是开始倾尽全力 却 周园一声爆喝 天元笔震动 发出嗡鸣之声 然后便是破空而出 五道金银在其周围盘旋 金银之声响彻天地 无数道视线 都是死死地望着这一幕 天空上 巨大的白骨虚影呼啸而下 天元笔携带着五道金银 冲天起 最终 在那一道道紧张无比的视线下 两者凶悍无匹地碰撞在了一起 轰轰 数千丈的元气冲击 轰然炸开 即便是距离地面有着一段距离 依旧是阵的诸多山丘崩塌 大地崩裂 天空上 金银被撕裂 而那白骨虚影 也是寸寸地崩裂 周围与杨玄的身影 首当其冲 被那可怕的冲击波所波及 当即两人的身躯 都是一阵 略显狼狈的倒射而出 最后两人都是各自地 被撞进一座赤红山峰中 哄 山峰崩塌 乱石滚落 将两人都是 埋了进去 不过下一瞬 乱石便是被先飞 两道身影同时冲天而起 落在了对峙的两座山头上 无数道视线投射而去 只见得此时的两人 衣衫都是有些破碎 嘴角出现了一丝血迹 显然在先前 那种对碰中 都是出现了一点伤势 竟是不分上下 天地间响起了一连片的哗然声 一道道目光 带着惊异地盯着周园的身影 他们原本以为 当杨玄也是祭出天元兵后 局面应该被逆转 但没想到 周园也是如此地顽强 竟是生生地 挡住了杨玄如此惊人的攻势 在那远处的天空上 李清禅望着这般结果 绝美的翘脸上 也是划过欣喜之色 原本脸颊上的寒霜 也是有所融化 这个家伙 还真是屡屡让人意外 他轻声道 言语间 不乏一些赞赏之意 一旁的赵竹撇了撇嘴 道 就怕他已是强弩之末 李清禅柳眉微醋 道 赵竹失地 虽然周园与你们 见来风有些恩怨 但如今却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休要长他人威风 若是周园输了 你我此次都免不了责罚 被李清禅呵斥一顿 赵竹也就只能信信地收了声 在李清禅 赵竹对面 那圣公的王黎 曹经柱也是在 关注着那边的战场 而他们的面色 从一开始的轻松 同样是渐渐地变得 有些不太好看起来 他们也没想到 杨璇竟然会被一个 区区太初近似重天的弟子 给阻拦下来 杨璇究竟在搞什么 曹经柱皱眉道 那个叫做周园的苍璇宗弟子 倒是有些古怪 王黎缓缓地道 此人的元气底蕴 超出想象的雄厚 他们也是看了出来 即便没有那古怪黑笔 周园的元气底蕴 都不弱于寻常的七重天 这说明 他的元气根基极为的扎实 杨璇想要赢他 也就不能再有所隐藏了 王黎冷冷地 看了一眼李清禅二人 然后他的声音 便是在元气的裹挟下 如惊雷般滚过天际 传向了远处 杨璇 不要再留守了 他的声音 滚过天际 最终也是 响彻在了 周园与杨璇对峙之地 杨璇的面旁 正阴意地盯着周园 当他听到王黎的声音时 眉头皱了皱 眼中似是掠过一抹犹豫之色 但最终 犹豫化为了决然 圣公之内 功归严厉 若是此次他在这里失守 回去后必然会受到惩处 修炼资源也会被剥夺 严重影响日后的修炼 所以 他今日绝对不能输 一抹凶利 涌上了杨璇的脸庞 他阴森森地看了周园一眼 直接撕开了衣衫 露出了胸膛 只见在其心脏的位置处 有着一道环形的血纹 血纹犹如是在血肉中蠕动 上面隐隐有着古老的纹路 仿佛是一道封印 原本这道封印 是我为了争夺圣公十殿首席准备的 没想到今日 竟会用在你的身上 你坏了我的好事 所以你放心 待我将你击败时 我会将你全身的骨头 一节节地捏碎 以此来泄我心头之恨 当杨玄森燃的声音 带着浓烈的力气 响彻起来 扑 杨玄一咬舌尖 一口金血喷出 金血被他握在手中 然后抹在了心脏出的血红封印上 顿时封印痴痴地冒出雾气 封印开始被溶解 哄 当封印被彻底溶解的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是能够感觉到 一股可怕的元气波动 宛如被压制许久的火山一般 在此时轰然爆发 他脚下的山峰 都是在颤抖 崩裂 无数道目光带着骇然地望着那道身影 因为伴随着那元气的节节攀升 此时的杨玄 赫然是突破了七重天的界限 隐隐地攀升到了八重天的境界 面对着这一幕 白丽 秦海等人 纷纷色变 甚至于连周圆 瞳孔都是紧缩 面色变得极端的凝重起来 这个杨玄 竟然还有这般让人震惊的底牌 第423章 近八重天 轰 狂暴的元气 铺天盖地地 自杨玄的体内爆发开来 引来无数震撼的目光 谁都没想到 都到这一步 杨玄竟然还隐藏着如此惊人的底牌 那从杨玄体内散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已经突破了七重天圆满的层次 隐隐地踏入八重天 虽说还有些不稳定 但那种提升 却是任谁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该死 白丽等仓玄宗的弟子 都是忍不住地骂出声来 脸色都有些苍白 杨玄的这种实力 大大的超出他们的想象 要知道 太出镜八重天 若是放在他们苍玄宗的话 甚至都是有着 角逐各封首席弟子的资格了 在那远处 李清禅望着这一幕时 玉手也是忍不住地紧握起来 这般变故 让得他先前的一丝期盼 也是瞬间被浇灭 那可是太出镜八重天啊 面对着这种等级的差距 就算是周圆 恐怕也是很难反叛 左丘轻鱼也是玉族轻舵 咬着银牙道 这也太不要脸了 然而虽然嘴上这般说着 但他也知道 这可不是过家家的游戏 而是真正的生死相搏 能够隐藏手段 那也是对方的本事 只是 他跟周圆关系更好 自然是希望周圆能够获胜 但眼下看来 这种期望 怕是有点难以实现了 在那漫天的震撼声中 周圆的面庞 同样是变得极为的凝重 那从杨玄体内 散发出来的澎湃元气波动 令得他 也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八重天 实在是太强了 在周圆全神一带时 那杨玄充满着凶利的目光 也是缓缓地抬起 犹如虎狼一般地锁定了周圆 他曾经因为机缘巧合 获得了一卷奇特的封印术 这道封印术 能够封印自身的元气 让德体内的元气 一次次地沉淀 而当未来有朝一日 解开封印时 那所封印的元气 便是能够以一种 爆发的形式增长 原本那最后一道封印 它是为了准备应对 圣公十殿首席之争的 但如今却是被周圆逼到 在这里解开封印 而提前解开封印 自然也带来了弊端 这也是为何 他这太出境 八重天不稳固的主要原因 如果他能够再延缓一些 这个时间 那么他自身的元气底蕴 必然还会大大的提升 但可惜 都被周圆破坏了 今日 我要你求死不得 森森的话语 自杨玄的牙缝中蹦了出来 下一瞬间 他手掌一握 天谷边破空而来 落入他的手中 顿时那自其体内 爆发出来的元气 更加的可怕 刷 他一步跨出 身影瞬间消失 而在其身影消失时 周圆的面色也是一变 身形猛退 但他身形刚动 身后便是有着 恐怖的元气波动爆发 连空间都是在颤抖 周圆余光扫过 只见那杨玄出现在了其身后 手中鼓边携带着 滚滚元气洪流回来 那股力量 让人头皮发麻 周圆手掌一握 天然鼻也是呼啸而至 他双手紧握 比身横挡在身前 当 鼓边重重地 轰在斑驳笔身上 巨声响彻 方圆万丈内的空气 都是爆炸开来 刺耳的音爆响彻天地 周圆的身影如遭重击 直接是狼狈地倒射出上千丈 方才勉强地稳住身形 而带着他稳下身躯时 只见的虎口都是被震裂 满手鲜血 甚至手臂上的皮肤都是裂开 不过好在血肉中有着 碧绿光芒浮现 血肉迅速地蠕动 修复 一击之下 周圆静落下风 在那天地间 也是响起诸多的惋惜声 果然 当杨璇隐隐地达到八重天时 周圆根本不可能再与之抗衡 杨璇眼神凶利地盯着周圆 惨白的骨边上 有着一些鲜血 那是先前周圆手掌剑舌而出 他随手抖掉 森然道 你说 你接得下我几边 才会浑身骨骼尽碎 然而周圆没有回答他 只见得其身影迅速地虚化 然后直接掉头就跑 速度快地犹如一抹青烟 华 周圆这般行径 顿时引来了无数哗然声 谁都没想到 面对着强势的杨璇时 周圆竟然会选择逃跑 白丽望着这一幕 背齿紧咬着红唇 虽说他也知晓 这恐怕是最好的选择 但眼眸终归还是暗淡了下来 其他的沧玄宗弟子 一时间也是士气大跌 而那些圣公的弟子 则是哄笑出声 笑声中满是嘲讽与不屑 杨璇也是眼神细血地 盯着周圆逃窜的身影 然后他摇了摇头 声音冷酷地道 现在才想逃 会不会太晚了一些 我说过 刷 当声音落下时 杨璇身影也是陡然消失 化为一道残影闪电般的追出 显然是不打算放过周圆 于是 两道身影 便是在那无数道视线的注视下 自天空上急速地掠过 短短数十息 两人便是出现在了数十里之外 杨璇有些不耐 手中骨鞭 陡然化为一道白光暴射而出 撕裂虚空 直指周圆脑袋 周圆手中天圆比一陡 只见的雪白的毫毛呼啸而出 迅速地在身后 交织成了厚厚的白光 元气覆盖 吃 古边集中白光 白光疯狂地收缩 凭借着那出色的柔韧 总算是在一个惊心动魄的弧度下 将古边给阻拦了下来 但那渗透出来的进风 依旧是令得周圆身躯一阵 后背上出现了一道争鸣血痕 而杨璇的身影一闪 便是借此出现在了周圆前方 阻拦了他的逃跑路线 他手掌一握 古边略来 他伸手握住 只向周圆 嘴角有着一抹猫系老鼠般的冷酷之色 浮现出来 你这只小老鼠 真以为逃得掉 杨璇微微一笑 若是此时 你自断双腿跪下 我或许可以留你一命 如何 周圆望着气势惊人的杨璇 也是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他没有理会杨璇的戏血 而是面色凝重 双手缓缓地合拢 脚下的大地 隐隐地有些震动起来 地面之下 似乎是有着诸多的光纹 绽放出光芒 这些光芒交织 迅速地将这方圆数千丈内 都是笼罩而尽 轰轰 雷鸣响起 温度升高 杨璇盯着脚下的地面 眼神微微一凝 继而面色变得阴冷 道 结界 原来你是想要 将我引到此处 周圆依旧没有回答 脚掌猛然一跌 双眸陡然变得凌厉 森冷 天雷悬火结界 且 下一瞬 雷光赤火 喷涌而出 第424章 手段频出 轰隆 当杨璇踏入结界所在的范围时 顿时天地间 元气狂暴涌动 雷霆与赤火同时的出现 极致的绚丽之下 蕴含着极致的危险 而这一幕 落入那无数道 关注于此的视线中时 也是不免引来了 阵阵惊呼之声 此时他们方才明白过来 周圆先前并非是在逃跑 而是在势敌已弱 同时 将杨璇引入这片 他之前早就布置好的结界之中 好狡诈的小子 众人忍不住地嘖嘖称叹 谁都没想到 周圆竟然早就做好了这种准备 不得不让人赞一声 战斗经验之丰富 那白里等苍璇中的弟子 也是正了正 玄机危感脸热 先前他们还真以为 周圆是打算逃走 所以心中还有些疙瘩 但眼下来看 倒是他们心思太小 当即有些惭愧 结界吗 杨璇立于那漫天雷霆赤火中 神色倒是没有什么波澜 灰白的元气 萦绕在其周身 缓缓地流转 释放着惊人的压迫感 你倒还真是 让我有些刮目相看 他抬头看向周圆 淡默地道 他原本并没有将周圆放在眼中 一个太初近似重天而已 随手就能够拍死 但他却没想到 这个随手就能拍死的人 却是能够与他纠缠到这一步 甚至 还逼得他将封印都是尽数地解开 这领得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毕竟 这原本是他 为了应对圣公十殿首席之争 所准备的底牌 眼下 封印无法圆满 自然也是 令得他的功亏一篑 你也很让我意外 周圆眼瞳中 倒映着漫天的雷霆赤火 有些无奈地耸耸间 其实他一开始 也没太将杨玄放在眼中 毕竟太初近期重天 他又不是没斗过 他以为借助着天元笔的力量 他能够轻松地取胜 但乃想到 这杨玄的底牌如此之多 甚至眼下 都隐隐地达到了八重天的地步 杨玄手掌抬起 灰白元气在其掌心凝聚 他拨弄着元气 道 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你这些把戏 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虽然雷霆赤火不断地涌动 带来着极其狂暴的波动 但他的神色中 并没有多少的忌惮 而面对着杨玄那漠然的姿态 周圆则是一笑 道 好不容易布置起来的 总得试试吧 笑容下一瞬收敛 取而代之的凌厉之色 周圆双手陡然合拢 再不与其废话 天雷玄火结界 轰隆 这一刻 雷霆与赤火酝酿到了极致 然后便是在那无数道震撼的目光下 铺天盖地的呼啸而下 宛如流火掠过天际 对着杨玄所立之地 轰击而去 杨玄眼神阴冷地望着那呼啸而来的雷霆赤火 脚掌一跌 澎湃的灰白元气 自其身体表面升腾而起 宛如阴寒的烟雾 笼罩在其四周 石骨卧 脚下的地面 都是在此时 渐渐地有着白霜蔓延开来 扑 扑 漫天的雷霆赤火落僵下来 冲进了那灰白的雾气中 不过在接触的瞬间 雷霆便是烟灭 赤火便是熄灭 那灰白雾气所蕴含的阴寒 显然也是无比的霸道 不过雷霆与赤火规模庞大 源源不断地落下 声势倒是不弱 但那杨玄此时元气正盛 灰白雾气同样是澎湃 于是 雷霆与赤火便是不断地被阴寒所化解 反倒是附近的地面 被轰击的千疮百孔 极为的狼藉 众多视线望都是 紧张地望着这种凶狠的对碰 虽说没有巨声响彻 但谁都知晓 那种交锋的凶险 此时不论是周元还是杨玄 显然都是再没有留守 在那远处 李清禅望着这一幕 绝美的脸颊上 浮现一抹担忧 周元这座结界 的确威力不弱 但想要凭此打败杨玄 显然是有些不太可能 那王黎 曹金柱 显然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周元加油啊 左丘清禹 百里等人 则是暗中为周元鼓劲 不过 不论他们如何的鼓劲 那杨玄周身的灰白雾气 依旧浓郁 显然并没有被那 源源不断的雷霆 与赤火消耗 而反观那漫天的雷霆赤火 则是开始渐渐地 有些稀疏的迹象 无数人发出惋惜的低探 果然 即便是周元费尽心机 将杨玄引入了一座 布置好的结界中 依旧是没办法对后者 造成太大的威胁啊 八重天 实在是太强了 雾气波动间 露出了杨玄的脸庞 他森冷地盯着周元 目光中有着一种讥讽之意 仿佛是狮子 看着眼前的猎物 在做最后的挣扎 不过 周元对于杨玄那讥讽的目光 却是视而不见 他深吸一口气 双手闪电般的结印 顿时体内的元气 开始呼啸涌动 一股极端炽热的波动 自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下一瞬 他的嘴巴陡然鼓起 脸庞迅速地变得赤红 头顶有着青烟升起 整个天地间的温度 都是在此时迅速地提升 那杨玄也是有所察觉 当即眼神微宁 天阳神落 天阳火 当一道低河生子周元的心中 响吃而起时 只见得一口 由澎湃元气所化的火焰 猛地自其嘴中喷吐而出 宛如一口火焰龙溪 喷向杨玄 这口火焰 与以往淡白色的火焰不同 而是呈现青色 显然 在吸收了那些盐水后 周元这口天阳火 也是有所精进 达到了第二层次的青色 而其威力 也比之前更为的强大 青火呼啸而过 地面的岩石 都是顷刻间融化 华 青火呼啸 天地温度升高 诸多视线望着这一幕 再度惊呼出声 此时他们方才明白 原来周元真正的杀招 并非是之前的结界 而是这口霸道无比的青色火焰 先前的结界 仅仅只是用来消耗而已 熊熊 青色火焰如龙溪般席卷而来 杨璇的面旁 也是变得凝重了一些 在那青色火焰中 连他都是察觉到了 一丝危险的气息 原来这才是你最后的手段 杨璇眼神阴逸 却是不敢再怠慢 双手合拢 顿时体内灰白元气白发出来 在身体表面迅速地凝结 最后竟是迅速地 形成了一套森白骨甲 天元术 腰骨甲 骨甲蔓延 将杨璇整个身躯 都是包裹而尽 白骨森森 散发着令人血液冻结的 阴冷之气 只要将你这最后的手段 抵挡下来 今日 我想怎么炮制你 就怎么炮制你 骨甲之下 有着森寒的双瞳 死死地盯着周元 诸多目光 也是紧紧地投射而来 任谁都是看得出来 眼下的两人 已经是斗到了最后的关头 胜负 恐怕也就在这瞬息之间了 只是 那周元酝酿许久的一口轻火 真的能够对付得了 杨璇那身一看就知晓 防御力 极其惊人的妖骨甲吗 熊熊 而在这般注视下 轻火席卷而来 终是在那漫天惊呼声中 将杨璇的身躯笼罩 吞没 第425章 隐隐出击 熊熊 青色火焰呼啸而过 将杨璇的身躯吞没 那口轻火 霸道无比 仿佛连空气都是在此时被燃烧 天地间的所有目光 都是在此时紧张无比的投射而来 他们都知晓 这恐怕就是周元最强的手段了 如果再无法取得效果 那么接下来 杨璇极为恐怖的反扑 而这场交锋 也将会出现结果 百里与左丘轻鱼等人 都是忍不住的紧握御手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在那远处 李清禅 赵竹 以及王黎 曹金柱四人 都是呼吸微微屏息 目光锁定着这个方向 因为双方高端站立持平的情况下 所以他们都知晓 局面的胜负 反而就要看周元与杨璇那边 火山口外 连屋长老都是直起身子 目光死死地盯着元气光静 他能够感受到 不远处那圣公的长老 也是呼吸变得减弱下来 显然是极度的关注 更远处那些各方势力 也是如此 那眼水脉中的两个年轻人的交锋 竟是牵动了这么多人的注意 因为 在他们两人的身后 还代表着苍玄宗 圣公 这两个苍玄天宗 曾经与现在的霸主 熊熊 在那天地间无数目光的聚焦下 轻火燃烧 将大地岩石融化 化为赤红的岩浆 在地面上流淌 在那轻火之中 杨玄的身影矗立 他身体表面的骨甲 散发着极端阴寒之气 抵御着那轻火的灼烧 痴痴 轻火触及骨甲 顿时发出了痴痴的声响 似乎是有着薄薄的雾气生腾 两者陷入了胶着 时间在迅速地流逝 骨甲之上 渐渐地有些融化 灰白的元气生腾起来 被轻火灼烧 骨甲的厚度 开始削弱 周圆望着一幕 眼中也是掠过一抹喜色 那杨玄寺 也是察觉到 周圆眼中的那一抹喜色 当即嘴角微微掀起 隐隐带着一丝轻面 再然后 周圆的神色 便是猛的一凝 因为他发现 随着森白骨甲的融化 忽然有着一抹血红色彩 自那骨甲中渗透出来 宛如滚烫的血液 鲜血流淌 转瞬间 便是将森白的骨甲 化为了血红色彩 看上去极为的诡异 银森 血色覆盖了骨甲 一时间 竟是隐隐地将 清火的灼烧抵御了下来 血光与清火交织 略显幽冷 而在这种消耗下 随着时间流逝 清火竟是开始转弱 杨玄抬起头 望向周圆 嘴角的轻蔑与讥讽 愈发的浓烈 隐隐地有着声音传出来 看来笑到最后的人 还是我 此时天地间那诸多的视线 也是察觉到 清火有所衰弱 当即都是 发出了惋惜的声音 可惜 周圆的那一口清火 还是奈何不得杨玄 刷 在那众多的惋惜目光中 周圆双目微眯 下一瞬间 她的声音猛地虚化 暴射而出 目标直指清火中的杨玄 划 有着哗然声响起 此时的周圆 显然是打算破釜沉周了 这是敢来送死吗 杨玄的嘴角 则是有着凝笑浮现出来 周圆虚化般的身影 冲进了清火之中 清火为她让开通道 下一瞬间猛然喷发 清火浓烈 爆发出了最后的力量 可怕的温度散发出来 无数的视线 也是被那浓烈的清火所遮掩 不过更多的人 都是暗暗摇头 当周圆破釜沉周 冲向杨玄的时候 就表明 她已是潜虑即穷 毕竟此时的杨玄 状态依旧强横 两人间的实力 终归还是差距太大了 百里银牙紧咬 毛子也是 渐渐地暗淡下来 刷 清火之内 周圆的身影 出现在了杨玄的身前 两人的目光交织 皆是杀意涌动 蠢货 你这次 死定了 杨玄宁笑出声 五指陡然紧握 血甲覆盖手掌 一拳轰出 顿时挥白元气滚滚 以一种极端霸道的姿态 轰向周圆 这一拳 几乎是 汇聚了杨玄那八重天的 所有力量 空气炸裂 一拳可催裂山月 然而 面对着杨玄如此凶悍的一拳 周圆竟是没有丝毫的闪避 反而眼中凶光闪现 也是五指紧握 一拳迎上 竟是以命搏命 只是 杨玄却是讥讽地笑出声来 此时的他 身披腰骨甲 防御力最为的强盛 而周圆却还敢和他搏命 简直就是 被逼得失去了理智 所以 面对着周圆的搏命 他没有半点的退缩 轰出的拳风 愈发的灵力 短短数息 两人的拳头呼啸而过 元气滚滚 撕裂空气 周圆望着那 竟在咫尺的杨玄猙獰的面旁 嘴唇微微如动 似是有着声音 悄然地吐出 隐隐 就在双方即将碰触的那一瞬间 周圆的体内 忽有荧光爆发出来 荧光如液体一般 沿着身躯迅速地蔓延 眨眼后 一具银色的流线型战甲 便是覆盖了周圆的身躯 哄 那一瞬间 一股惊人的气势 自周圆的体内 猛然爆发 杨玄的瞳孔陡然紧缩 但这个时候 拳头 已是在这一瞬 重重地轰击在了一起 轰隆 一道低沉的声音 猛地响起 再然后 他们脚下的大地 崩裂开来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如蜘蛛网一般飞快地蔓延 数千丈庞大的冲击波横扫 周围的山丘 尽数化为平地 冲天而起的轻火 则是渐渐地削弱 最后彻底地熄灭 于是 天地间无数道目光 都是在这第一时间投射而来 紧接着 他们便是见到了 那两道以拳对拳的身影 两人身形纹丝不动 但任谁都是能够感觉到 先前他们最后一拳挥出时的 惨烈与凶悍 两人身上的银甲 血甲 在轻火熄灭时 便是消散而去 那般惨烈 让得天地间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盯着那两道身影 屏息静气 也是不知晓 这最后搏命般的硬碰 究竟是谁能取胜 风声刮过 周围的眼珠子微微动了动 他的整条手臂 都是有着鲜血不断地渗透出来 但他的神色没有波澜 只是抬起头 望着眼前 近在咫尺的杨玄的脸庞 看来你刚才 还是笑得太早了 他声音略微有些沙哑的道 而杨玄 则是视线凝固在自己的手臂上 眼神深处 似乎是有着难以置信在涌出来 因为下一刻 在他手臂 陡然爆裂 血肉与骨骼 仿佛都是在此时化为碎末 他的整条手臂 都是连根爆碎 血末四溅 于是 在这一瞬 天地间无数道倒吸冷气的惊骇声音 此起彼伏地响彻而起 而在那无数惊骇的目光中 杨玄的身躯 也是缓缓地仰天倒下 他的脸庞上 还残留着不可置信的神色 他沉寂多年 封印自身 就等待着一朝爆发 名震圣躬 此时的他 应该一飞冲天才是 可怎么 竟然会在这里 就败在了苍玄宗一个 不过才四重天的弟子手中 在那最后时刻 那银色的战甲 究竟是什么 为何会让这周园的力量 有着如此恐怖的提升 真是 好不甘心 他的眼中 满是不甘 黑暗降落下来 最终充斥了他的眼眸 第四百二十六章 力挽狂澜 当杨玄的身体 仰天倒塌下去的那一瞬间 整个天地间 仿佛都是在回荡着 那低沉的碰地声音 无数道视线 近乎凝固般地望着这一幕 远处的左丘青鱼 白丽 秦海等人都是 渐渐地张大了嘴巴 那些圣公的弟子 也是犹如花为了雕像 周围远处那些围观的人 同样是在使劲地揉着眼睛 凝固的气氛 持续了好半场 终于是有人渐渐地回过神来 当即那惊骇欲绝的声音 便是忍耐不住地响彻起来 杨玄 竟然输了 哄 这道颤抖的声音 宛如是影子一般 彻底地点燃了所有人 下一瞬间 一道道道骇然的声音 便是此起彼伏的爆发而起 怎么可能 杨玄怎么可能突然就输了 是啊 刚才他还占据绝对的上方 这周园最后 究竟施展了什么手段 所有人都是一脸的迷茫 因为先前杨玄骨甲变红时 就连周园 那一口霸道的轻火 都是奈何不得后者 但谁能知晓 当周园破斧沉舟的发动 最后一击时 局面会突变成这般模样 而且 任谁都是看得出来 杨玄的整条手臂 都是爆碎成血沫 显然是遭受了极为恐怖的冲击 可究竟是何等的力量 会连这种状态的杨玄 都抵挡不住 那一道道目光 转向周园时 变得有些惊疑不定 同时还带着一丝巨异 在那遥远处的天空上 李清禅 赵竹 王黎 曹金柱四人 也是刚刚从那边震撼的一幕中 回过神来 一时间 面色都是有些茫然 王黎与曹金柱对视一眼 都是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不可思议 显然这最后的结果 超出了他们的意料 而玄机 他们的面色 也是渐渐地难看起来 杨玄败在了周园的手中 那岂不是说 他们今日的计划 也将会彻底地失控 他们两人远远地 看着周园的身影 眼中寒光闪烁 好狠毒的小子 饶不得你 王黎森然出生 下一瞬 他的身影陡然暴射而出 雄魂的元气爆发出来 散发着惊人的威压 眼下杨玄已败 必须将这个周园泄绝掉 才能够将局面挽回 刷 不过王黎的身影刚掠出 在他的前方 一道倩影闪现出来 玉掌拍出 元气滚滚 寒气涌来 连空气都是被冻结 察觉到那一掌之灵力 王黎也不敢怠慢 急忙身形一顿 全力迎上 哄 元气横扫开来 王黎身影一颤 急退了十数步 抬起头来 便是见到李清禅 翘脸冰冷地立于前方 阻拦了他的去路 怎么 你之前不是说了 圣子对圣子吗 李清禅冷笑道 王黎面色泛起一抹铁青 寒声道 滚开 那就得看你有没这个本事了 李清禅郊躯之上 冰寒的元气缓缓地生腾起来 美眸带着击翘地盯着王黎 望着王黎那铁青的面色 就算是以李清禅的心性 都是忍不住地感到畅快 之前他们 被对方拖住的那种心情 此时正好全部地还回去 心情舒畅 李清禅御手轻扶着耳朵 将声音传入传音时 周园 做得不错 你没事吧 他的声音 竟都是在此时 变得前所未有的柔和 此行任务 他因为夭夭的缘故 力排众议地带上了周园 但这一路而来 他显然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特别是屋长老那边 虽然因为他的圣子身份 没有责怪 可为了局面着想 最终还是将周园 发配到了核心圈外 而这种方式 显然也是在表露着 对他的一些不满 面对着这些 李清禅也没办法说什么 只能承受了下来 但显然心中 难免也是有着一些委屈 所以之前在对周园时 他也不免有些冷冰冰的 虽说他一贯如此 但这些情绪 当那杨玄倒地的那一瞬间时 彻底的烟消云散 他从未想过 在这局面败坏的时刻 竟然会是这个一开始 就被放弃的周园站了出来 并且力挽狂澜 打败了杨玄 他摇摇地望着远处 那道年轻身影 心中也是忍不住的 有些波澜起伏 到得此时 他方才有些明白 为何夭夭对周园充满着信心 这个家伙 似乎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 给你上演一些奇迹 明明看上去也没多强 不过四重天的实力 但偏偏手段众多 让人防不胜防 望着远处的周园 一时间连李清禅 都是微微地 升起了一丝好奇心 这个家伙 究竟有多少的秘密 火山口外 此时漫山遍野 也是在响彻着惊呼声 显然同样是为周园 与杨玄的交手结果 而惊恶 好小子 乌长老一巴掌拍在大腿上 老脸胀红 眼中满是狂喜之色 显然是喜不自禁 毕竟在那先前 他还以为 此次他们 苍玄宗要被圣公踩下颜面 但难想到 这转眼之后 局面便是骤变 乌长老抬起头 看向不远处圣公的那位长老 此时的后者面色铁青 最后竟是失态地看向他 立声道 不可能 你们苍玄宗作弊 然而乌长老闻言 却是讥讽的一笑 根本懒得回应 周元与杨玄的实力相差巨大 但偏偏最终赢的却是周元 这怎么说 都只能说是 他们圣公的弟子无能 他的目光 转向元气光静 望着其中 那道年轻的身影 素来严厉的面旁 都是变得和蔼了起来 他俯着胡须 笑眯眯地道 没想到这次 竟然是老夫眼拙了 这个小子 隐藏得很深啊 此次归宗后 定要给你好评 他之前也当周元 只是来混天宫的 所以根本没有给予重视 但没想到 最后力挽狂澜的 反而是这个 被他所忽略的弟子 虽然看错眼 有点丢面子 不过相对于 被圣公踩下去 损害苍玄宗的声誉 乌长老显然宁愿 丢这种面子 传音时内 传来了李清禅的声音 周元也是渐渐地回过神来 他低头看着手臂 他的手臂 也是被先前的反正之力 震裂了血肉 不过此时血肉中 有着碧绿之光散发出来 直接施令的血肉再生 短短时数息 便是恢复过来 太乙文虽然还未彻底完成 但却已经开始展露玄妙 周元的肉身恢复能力 远非常人可比 他瞥了一眼 前方手臂碎裂 不知死活的杨玄 这家伙 倒也的确是棘手 最后竟然逼得他 将隐隐都是动用了出来 不过好在没有被其他人发现 毕竟隐隐算是他保命的底牌 他在宗内基本不会动用 越少人知道越好 他深吸一口气 平复下体内翻滚的元气 然后在传音时中回道 还好 没什么事 嗯 那就好 杨玄已败 你们可尽快夺回地盘 白丽 秦海 你们都听从周元指挥 对方的两位圣子 我们会拦住 李清禅的声音传来 竟是将指挥全都交给了周元 白丽与秦海 皆是眼神复杂地看来 若是在之前 他们必然会对此感到不满 认为周元根本没有资格指挥他们 但眼下在目睹了周元与杨玄一战后 这些心思也是彻底地散去 他们两人联手 都是斗不过杨玄 但周元却是生生地将其打败 可想而知 周元隐藏的战斗力 有多可怕 这种实力 在苍玄宗内 甚至都可以去竞争各封首席弟子了 看 在离开苍玄宗前 周元没这么强的 在那子袋选拔上 他在面对着徐岩石 明明都只是不分胜负 周元微微点头 手掌一握 天元笔出现在其手中 玄机他的身形出现在了白丽 秦海 以及其他的苍玄宗弟子前方 望着他的身影 白丽等人的眼神 也是有些复杂 不过却是在没有之前的那种随意 反而是多了一些忌惮与钦佩 都还能打吧 周元笑了笑 而当再见到白丽等人点点头后 他便是天元笔抬起 指向了那些有些金黄的圣公弟子 能打的话 就跟我去把丢掉的地盘抢回来吧 看着那道修长身影 白丽美目眨了眨 倒是第一次觉得 这个之前他一直有些瞧不上的家伙 竟然是这么的帅气 第427章 圆满完成 当杨玄战败的那一刻 显然这场眼水脉之争的局面 便是出现了翻天地覆般的逆转 圣公与苍玄宗此次所派出的弟子 实力相差不大 唯有杨玄是一个艺术 打破了平衡 只不过谁都没想到 杨玄虽然是一个艺术 但他却不是唯一 因为那从史之中 就被人忽略的周元 是一个更大的艺术 于是杨玄战败 当周元率领着白丽 秦海等苍玄宗的弟子 杀向其他的圣公弟子时 后者等人一触即溃 士气跌落谷底 节节败退 而那些之前被他们所抢占的地盘 此时也是尽数失守 被周元等人一一地夺回 最终 岩水脉核心区域 足足八百里的范围 成为了沧玄宗的战利品 而败退的圣公弟子 最终只剩下三百里 并不算太过肥沃的区域 可谓是惨败 这一幕 落在那王李与曹金柱 两位圣公圣子的眼中 直接是气得两人眼睛喷火 面色铁青地与李清缠 赵竹两人大战起来 圣子间的战斗 声势远比周元 杨玄两人时更为的凶悍 一道道元气 如木龙般的冲荡虚空 引得天地都是在微微震动 不过 这种战斗注定没有结果 因为双方都没有拼死之心 实力也是相差不大 所以这般争斗 最终就化为了僵持 但任谁都看得出来 今日这场言随脉之争 圣公是彻底的失算了 在远处的天空上 百花仙宫的圣子冯迎 与那北明镇龙殿的圣子 望着遥远处 一片片被光芒笼罩的区域 对视一眼 都是能够看出 对方眼中的惊恶之色 局面演变成这个模样 同样是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这个周元 倒还真是有些意思 逢阴难难自语 其实对于周元 他也一直是认为 不过是来混混经验的新人弟子 隐约对其有印象 那还是 因为他与左丘轻鱼是朋友的原因 但他哪能想到 这个在苍玄宗此行队伍中 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周元 硬生生地将青岛的局面给翻回来 如此实力与胆破 实在是让人惊叹 看来那苍茫大陆 此次倒还真是出了一些人物 逢阴感叹一声 不提周元 就算是左丘轻鱼与绿罗 在进了百花仙宫后 都是表现不凡 假以时日 也必然是他们百花仙宫中的佼佼者 嗯 我们北明镇龙殿有一弟子 名为宁湛 也是来自苍茫大陆 倒是天赋非凡 殿内几位长老 为了争气为弟子 还大打出手了一番 那位北明镇龙殿的圣子 也是说道 冯英文言有些讶异 往年的时候 类似苍茫大陆这种偏远大陆 根本就没半个人才出现 没想到这次 竟然一窝蜂地涌了出来 这苍茫大陆 此次倒是得了一点气韵 他感叹一声 然后目光也是渐渐地 从那远处的争斗中收回 到了这一步 局面基本已经确定了 苍玄宗占据了八百里最为顶尖的富旷 堪称是此次 盐水迈之争的最大赢家 而原本气势汹汹而来的圣公 反而是跌了一个大跟头 被苍玄宗挤压得仅有三百里 可算是丢了不少的颜面 最让得冯英意外的是 此番盐水迈之争 大出风头的 竟然并非是 他们这些各宗的圣子 反而是一个苍玄宗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弟子 看来也该收工了 他拍了拍双手 懒洋洋地道 也正如冯英所说 当周元率领着白丽 秦海等苍玄宗的弟子 各自占据了百里区域 最终达到足足八百里时 这场盐水迈之争 便是有了结果 因为圣公的两位圣子 被李清缠 赵竹死死的缠住 根本脱不了身 于是圣公的其他弟子 在面对着周元等人时 根本就没有多少的抗衡之力 只能节节败退 让出了先前抢来的底盘 最后 当八座旗帜插在八百里区域内 巨大的光芒冲天而起 那等壮丽的一幕 倒是引得盐水迈中 那些黑盐洲的各方势力 都是眼带敬畏之色 此时 在无人敢对这八百里区域 发出挑战 于是 当争夺的时线渐渐地抵达时 远处天空上的圣子之战 也是各自地退开 王林与曹金柱的面色 极为地难看 之前他们还稳操胜券 但谁能料到 转眼间 局面就逆转成这样 两人的目光 都是远远地投射而来 锁定了周元 那眼神的含义 几乎是要化为实质 一般将周元冰冻 不过对于他们这种目光 周元却只是不在意的一笑 好 李清禅 此次算你们运气好 不过此事 我们胜功记下了 王林阴沉地看向李清禅 寒声道 败者之言 不足为惧 李清禅淡淡地道 王林冷笑一声 道 你也别得意 这眼水迈之争 不过一场小打小闹而已 待在下次悬缘洞天开启时 希望你还能笑得出来 李清禅美眸一宁 冷声道 若是在悬缘洞天遇见 恐怕也就是你王林葬身之时了 王林森森一笑 道 可惜 这些年来 悬缘洞天中 总是你苍悬中的圣子 死得更多 两人眼中 皆是带着浓烈的杀意 对视之间 连空气都是变得阴寒起来 不过最终 两人皆是一声冷哼 王林抽身急掠而退 与那曹金柱离开此地 李清禅与赵竹的身影 则是落向了周元 白丽他们所汇聚的地方 瞧着两位 圣子落下 白丽 秦海他们也是赶紧迎上 李清禅那清冷的美眸 直接是投向了周元 那素来冷若冰霜般的俏脸上 都是浮现了一抹极浅的笑颜 那抹笑颜 如极寒之地中盛开的雪莲 竟是出奇的美丽 周元 这次多亏了你 李清禅美目中满是赞赏之色 道 此次的任务 你当为手工 一旁的赵竹 面色微微有些别扭 毕竟他们见来风与周元 可不算多友好 当即干巴巴地道 李师姐 手工分配 还得屋长老说了才算 以往的天级任务 手工基本都是两位队长分瓜 李清禅这么一定性 岂不是连他也捞不到了 一旁的百里文言 则是忍不住地出声道 先前如果不是周元 我们此行任务就直接失败了 还想算什么功劳 其他几位见来风的弟子 也是面色尴尬 他们也无法否认 先前周元的功劳 但他们 毕竟是见来风的弟子 所以也不好参与评论 李清禅淡淡地道 此事我自会向屋长老汇报 不劳赵师弟费心 赵竹信心不语 从其他弟子的沉默来看 他就知晓 此次周元收服了人心 不然按照以往 莫说是手工了 就算是多分一成的功劳给周元 恐怕都会引来非议 他扫了周元一眼 后者那份平静的模样 倒是让得他心头有些不爽 原本在他看来 周元此次强行参加天级任务 不过是自取屈辱 结果没想到 他反而是成为了手工 可以想象 此事传回宗内后 必然又是一番轰动 没想到 此次的天级任务 反而成就了周元 当 在周元他们互相说着话的时候 这掩水脉中 忽然有着嘹亮的钟银声响起 听到这钟声 周元等人的神色 都是忍不住地松缓下来 因为这代表着 此次的掩水脉之争已经结束 而显然 他们苍玄宗 将会成为这座掩水脉中 最大的赢家 他们此次的天级任务 方才真正的算是圆满完成了 第428章 战后论功 这场波及了整个黑岩州的 岩水脉之争 最终以苍玄宗 成为最大的赢家而落幕 那发生在岩水脉中 那场周元与杨玄之间的激战 也是迅速地扩散出来 直接是令得这黑岩州中的诸多势力 都是记住了一个叫做周元的 苍玄宗弟子 毕竟 在一开始的时候 谁都没想到 原本稳操胜券的圣公 最终竟然会因为一个 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的存在 直接被翻盘逆转 而周元在与杨玄那场战斗中的表现 让得无数人感到惊叹 在此之余 也是令得他们对苍玄宗 这座庞然大物 有了更深的敬畏 毕竟能够调教出 如此低调深不可测的弟子 足以看出 苍玄宗这曾经 苍玄天内第一宗门的底蕴 虽说如今的苍玄天内 圣公如日中天 实力愈发地强横 但显然 苍玄宗这曾经的第一宗门 也不可小觑 这倒是让黑岩州一些 原本有着投靠圣公心思的势力 有些摇摆起来 一时间面对着圣公的招揽 也不敢轻易地选择战队 此次周元战胜杨玄 虽然让得苍玄宗 占据了盐水脉中 八百里最为富裕的矿脉 但这只能算作一部分的收获 其实更大的一部分 反而是打乱了圣公 试图将手脚插入 黑岩州的步伐与节奏 经此一役 圣公想要侵入黑岩州 显然就还得花费 更大的心思与精力 所以 周元此次的胜利 远比表面上的影响 要来得更为的深远 随着盐水脉之争的结束 那些蜂拥而来的各方势力 也是在逐渐地退走 这倒是令得黑岩山脉边缘的 那座黑火城 再度地从之前的顶沸 渐渐地变得冷清许多 周元一行人 并没有立即地离去 毕竟大战一场 还得休整数日 黑火城 那座楼阁之外 周元望着眼前妖媚动人的 左丘轻鱼 在那不远处 冯莹等百花仙宫的女弟子 则是等待着 美眸时不时地投射而来 今日 就是左丘轻鱼他们 回百花仙宫的时候 周元特地前来送行 原本以为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应该和你拉近了距离 没想到你这家伙 还是一如既往的变态 竟然都已经能够和八重天的人战斗了 左丘轻鱼叹了一口气 道 他还不算是真正的太出镜八重天 周元笑着纠正道 左丘轻鱼白了他一眼 秦横道 不过你也别得意 我和绿罗在百花仙宫也受重视得很 以后总会有追上你的机会 周元笑着点点头 其实左丘轻鱼的天赋 也是极为的卓越 这从他进入百花仙宫没多久 就能够跟随着出来 参加这种级别的任务 就能看出来 可以想象 未来的左丘轻鱼 必定能够在百花仙宫中大放异彩 左丘轻鱼又与周元说了一会 然后低声道 我之前传信去过左丘家族 跟我爹说过 让他们多多关注一下你们大洲王朝 若是可以 会给予你们一些助力 他知晓周元来到苍玄宗修炼 所谓的便是变得更强 以应对那大五王朝对大洲的虎视眈眈 毕竟那五皇如今进了圣宫 苍玄宗应该也不太会破坏规矩地 直接出手帮助周元 这双方间的博弈 最终或许还是得看他们自身的发展 而如今的大洲王朝相比大五 依旧是要若是许多 他们左丘家族在苍茫大陆上 倒是并不拘大五 但也不好明面针对 只能暗中给予大洲一些帮助 牵制一下大五 左丘清云很清楚 现在的周元 还需要一些时间 周元文言 心中也是有些感动 不过终归没有矫情地多说什么 只是认真地点点头 道 多谢了 这个人情我记住了 现在的他 的确是需要时间 那五王乃是神府境的强者 这还不是此时的他所能够抗衡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那五皇 他进入了圣宫 这就令得周元在苍玄宗能够借助的力量 也减弱了许多 毕竟这种巨头与巨头之间 终归是有着一些规定的 其中就有着弟子间的恩怨 宗门不会给予直接的出手 宗门只会提供修炼的资源与机会 最终让弟子依靠自身 去了结那些恩怨 从某种意义而言 也算是对弟子的一种磨炼 左丘清云文言也没多说什么 潇洒地摆了摆小手 直接转身而去 窈窕地身影 纤细而修长 充满着青春活力 那就在此分别吧 回去后帮我向妖妖问好 少女踏着夕阳而去 与那些百花仙宫的女弟子会合 最后便是在周围一道道留恋的目光中 驾驭着元气冲天而起 周元也是望着她远去的身影 久久未动 直到身旁有着一阵乡风涌来 然后有着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你倒还真是蛮花心的呀 到处都是有着红颜知己 遥遥这也能容你 周元转头 便是见到李清禅立于身旁 当即有些尴尬 无奈地道 这是朋友 李清禅不置可否地撇撇红唇 道 走吧 乌长老召集我们 接下来应该是要论功了 说完他便是转身去 周元文言也是精神一阵 他们在这里等了两天 不就是在等着这一刻吗 毕竟乌长老是此次任务的执行长老 他们所有人的功劳分配 都由乌长老决定 只有得到了乌长老的论功令牌 他们才能够回踪交接任务 周元转身快步地跟上李清禅 赶紧地来到了乌长老的房中 此时的这里 赵竹 白礼等人都已齐聚 而周元进来时 诸多的目光 也是尽数地投射而来 不得不说 当周元力挽狂澜地击败了杨璇后 这里的人 再没有如同之前那般 几乎将他视为透明人了 就算是那赵竹 虽然眼目中依旧有着审视 但显然以往的那种轻蔑与无视 已经收敛了许多 乌长老坐于守卫 他瞧得周元 也是笑了笑 然后招呼他们坐下 此次的任务 算是圆满完成 说起来也多亏了大家 乌长老也没有拐弯抹角 而是直入主题 如今任务完成也到了论功的时候 于是 赵竹等人的目光都是灼灼地看来 周元自然也是不例外 完成天级任务就能够获得天功 但每次的天功也分为等级 一般说来 分四的 守功 上功 下功 以及最差的无功 守功最为的难得 因为只要获得这种评价 回忆宗交接后 即可获得双倍奖赏 即为两道天功 而上功的话 则是一道天功 下功是半道天功 至于无功 顾名思义 就是没有功劳 此次的任务 也算是白跑一趟 如果周元最后没有挺身而出 而是躲在核心圈外 恐怕最后他的评价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档次 乌长老望着众人啄啄的视线 也是微微一笑 然后道 此次的任务 堪称圆满 所以 无功者 无 此言一出 众人都是松了一口气 而下功者 白丽 秦海等人都是紧张起来 也是乌 乌长老笑道 白丽 秦海等弟子 顿时忍不住地欢呼出声 因为正常而言 他们应该算是下功 但偏偏此次的任务极为地圆满 所以他们便是提了一等 这一等 就是半道天功 与一道天功间的差别 至于上功 便是白丽 秦海 一个个名字 从乌长老的嘴中缓缓地冒出 如此带着七个名字后 他顿了顿 看向了李清禅与赵竹 你二人此次 也是上功 李清禅绝美地俏脸平静 只是禽首威点 并没有如白丽他们那样欢喜 因为他是队长 只要任务完成 上功是板上钉钉的 倒是赵竹的面色有些不好看 一般情况的话 两位队长应该都是首功 但显然 乌长老并没有将他列入其中 不过虽然心中不舒服 他也理智地没有反对出声 因为他知道 反对也没什么作用 他和李清禅 都只是拦住了对方的圣子 这算是本就应该做的事 而至于其他的 却与他们没什么关系 所以 乌长老既与他们上功 也算是情理之中 乌长老最后的目光 投向了周元 纳素来严厉的面庞上 都是忍不住地浮现出 一抹和蔼的笑容 周元此次 当为首功 他视线 看向其他人 道 你们可有异议 李清禅摇摇头 白丽以及其他几位 不是见来风的弟子 都是立即摇头 他们此时看向周元的眼中 都是充满着感激 因为 如果不是周元 此次的任务就不会圆满 那他们 也不可能都获得上功 说起来 他们还算是 沾了周元的光 所以自然不可能 在此时反对 而赵竹面色 有点殷勤不定 想要说话 但瞧得秦海 几位见来风的弟子 目光闪烁 他就知道 想要让他们 开口反对 太过的未难人了 秦海他们 同样算是 成了周元此次的人情 于是 他最终只能保持沉默 此次周元做得太圆满 让得人根本挑不出 半点的毛病 屋长老见到没人说话 也是满意地点点头 旋即他袖袍一挥 有着十道光芒掠出 落向众人 光芒中是一道令牌 只不过令牌颜色不同 李清禅他们的令牌 呈现银色 而周元手中的令牌 却是金色 这代表着手工 周元握住金色令牌 心中也是如是重负地 松了一口气 天弓道手 而且还是一道手工 这样说来的话 他在给了玄老一道后 自己还能留意到 现在 总算是可以心满意足地回踪了 第429章 天弓道手 苍玄宗 人物堂 云雾缭绕的山巅上 一如既往的人气鼎沸 无数道身影脚踏元气的 自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落往山殿的那座大殿之前 而周元一行人 也就是在此时 回到了阔别两月的苍玄宗内 回宗后的首要目的地 自然便是人物堂 所以 当以李清禅 赵竹为首的一对人 踏入人物堂那座大殿时 顿时殿内 便是有着一道道目光兴奋的投射而来 是李清禅师姐他们 他们完成 那道天际任务了吗 看样子应该是 有李清禅师姐 和赵竹师兄两位圣子带队 就算是天际任务 也不算什么了 真是羡慕 看样子白丽 秦海他们 又有一道天宫收入囊重了 诸多窃窃思雨声 在大殿中传开 然后忽然有着一些视线顿了顿 因为他们看见了队伍中 站在李清禅 赵竹身后的周元 周元这个位置 算是比较队伍核心 仅次于李清禅与赵竹 而众人可是记得 在之前离开苍玄宗的时候 周元可是居于队伍之末 属于那种近乎隐形般的位置 显然是因为不被太过的重视 怎么此次回来 这周元竟能站在队伍核心 这家伙 也太天不知耻了吧 一些人暗暗撇嘴 之前周元 在李清禅的力宝下 最终得到了一个天际任务的名额 这本就引得诸多资深子带弟子的不满 在所有人看来 周元都是因为抱着李清禅的大腿 想要去混一道天宫 如此行为 实在可耻 哼 这小子脸皮还是这么厚 不过看他能得益多久 就算是得到了名额 以他的实力 恐怕在这天际任务中 也只不过是个混子而已 说不定 最后还会因为没有作为 被凭一个蜈蜈 有着弟子冷哼道 此言倒是引来一些赞同 天际任务 并不是得到了名额就完事的 任务中如果表现一般 最后同样捞不到天宫 在他们看来 周元唯一能够让人惊叹的 似乎便是在与王磊交手时 显露出来的一道乌龟壳防御元术 但光凭借着一道防御元术 显然不可能在任务中 有太大作为的 特别是一些见来风的弟子 更是面露鸡翘之色 带有看一场好戏的意思 白里走在周元的身旁 他也是感受到 周围那些窃窃私语声 然后冲着周元细血的一笑 道 看来很多人都想看你出球呢 周元无奈地笑了笑 这也正常 谁让他一个心静的子带弟子 却是能够直接参与天际任务呢 惹人极度恨也是应该的 不过如果待会等 他们知道结果后 恐怕会很失望 白里饶有兴致地笑道 一旁其他人也是笑了起来 秦海等几位见来风的弟子 则是有点尴尬 低头不语 因为周围那些一脸好看看戏的弟子 大部分都是他们见来风的 前面的李清禅 美眸扫了周元一眼 此时的后者 被众人簇拥着 倒是有些重心捧月 显然 此次任务归来时 周元的待遇 比离开苍玄宗时 不知道好了多少 离开时其他人都不待见周元 即便是白里 也只是看他的面子上 勉强和周元说说话 但无疑是有些敷衍 而原因无非是觉得 周元只是一个拖后腿的累赘 直不得他们注意 但周元与杨玄的那一战 显然是震慑住了白里 秦海这些老牌弟子 他们此时方才明白 这个被他们忽略的周元 究竟隐藏着多么惊人的底牌 正因为如此 当这回来的路上 周元再不是之前 那个被忽略的角色 反而是成为了队伍的核心 甚至连白里 都是对他热情的有些过分了 李清禅白了白里一眼 没有一点节操的女人 然后便是迈不向前 直接走向那交接任务的柜台 而此时 在那前方的人群中 也是有着数道人引营了上来 竟是那徐岩 王磊 陆玄英等见来疯的弟子 恭喜赵竹师兄得胜归来 徐岩笑着抱拳道 一副前来恭贺的模样 只不过他们的目光 都是偶尔地掠过后面的周元 眼中的幸灾乐祸 怎么都遮掩不住 显然 这些人摆明了是等在这里 准备看周元出丑的 那一旁的陆玄英 也是美目中掠过一丝快意 之前在紫带选拔上 他被周元教训了一顿 倒是不敢再作妖 但如今能够见到周元丢脸 他自然是乐的所见 赵竹看了他们一眼 自然也是明白他们的目的 嘴角微微抽出了一下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面无表情地 与他们查身而过 徐岩 王磊他们见状 倒是愣了愣 但也没多想 只是将激朝的目光 投向周元 周元师弟 不知道此次天际任务 你能捞个什么功啊 那王磊皮笑若不笑地道 当日那一招之约 他被周元坑了一把 不然的话 这个名额应该就是他的了 周元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 直接走了过去 周围越来越多的弟子围拢过来 窃窃私欲声不断地响起 显然都是来看好戏的 李清禅禁止走向交接任务的柜台 取出一枚玉剪 递给了后方的一位中年执事 后者接过 微微感应了一下 然后脸庞上便是涌现出一些惊异之色 目光古怪地看了后方的周元一眼 他摇了摇头 然后走出 在那一旁的光壁上一滑 便是有着一道天级任务浮现出来 正是周元他们所执行的黑炎周任务 直视目光环视 道 黑炎周任务 圆满完成 周围顿时传来了一片羡慕惊叹的声音 不过也不算太意外 毕竟有着两位圣子带队 直视继续道 此次任务 上公者为 李清禅 赵竹 白丽 一个个名字从他的嘴中念出来 最后刚好九个 周围的诸多弟子有些疑惑 李清禅与赵竹 竟然只是上公 一般情况 这应该是守公吧 嘿嘿 那周围果然没有捞到上公 而那徐炎 王磊等见来风的弟子 则是眼睛一亮 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其他的弟子也是摇了摇头 看向周围的目光有些细血 这家伙 费尽心机地搞了一个名额 结果还不是白跑一趟 显然 在他们看来 周围缺席上公 无非便是因为表现太差 至于守公 别斗了 有两位圣子在场 旁人如何抢守公 那位执事看了一眼 那些哄笑中的 见来风弟子 暗暗摇头 眼神带着一点同情 然后道 守公者 周围 然后哄闹的大殿 就安静了下来 徐炎 王磊 陆玄英 他们脸庞上的笑容凝固起来 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位执事 以为是听错了 将论功 令牌交上来吧 那位执事却没理会他们 只是对着周围等人道 李清禅 赵竹等人一一上去 取出了一枚银色的令牌 然后周围也是在那 出了一枚金色令牌 咕噜 望着那金色令牌 大殿内顿时响起一片 咽口水的声音 因为他们对此并不陌生 金色令牌 赫然是代表着守公 这次的天级任务 周围真的是 获得了守公 大殿内 一道道目光有些呆滞地 望着周围的身影 眼神深处 满是不可思议 那徐炎 王磊 陆玄英等人 也是吞了一口口水 面色滚烫 忍不住地喃喃道 周围守公 怎么可能啊 中年只是接过令牌 最后取出了一枚 梅翡翠般的玉牌 玉牌上 鸣刻着奇异的纹路 这玉牌 正是代表着天宫 他递给了李清禅 赵竹等人 一人一枚玉牌 而周围这里 则是给了两枚玉牌 这代表着两道天宫 到了这个时候 徐炎 王磊他们 嘴角微微哆嗦着 内心已经彻底绝望 因为天宫都发了出来 那就代表着 不可能出错了 虽然他们觉得 完全难以置信 但事实 总是如此残酷 他们对视一眼 眼神都是灰暗了下来 原本他们还专门来到这里 就想看一场好戏 结果没想到 反而又是主动地 将脸伸了出来 让周园狠狠地 一巴掌打下来 他们暗叹一口气 等这里的事情传出去 恐怕这刚刚安静下来的宗内 又要轰动一场了 第430章 全宗轰动 当周园将那两枚 代表着天宫的玉牌 收起来时 大殿之中 那诸多弟子 还处于呆滞的状态中 而周园对此也没在意 仅仅只是瞥了一眼 那面色僵硬的徐妍 王磊 陆玄英等人 后者等人 显然是特地来看他笑话的 但却没想到 这最后的局面 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清禅师姐 既然任务结束 那我也就回圣元峰了 此次 倒是多谢赵福了 周园冲着李清禅 抱了抱拳 说道 李清禅勤手微点 道 就别这么谦虚了 此次谁的功劳最大 我们都心知肚明 周园笑了笑 对着白礼他们也是挥了挥手 然后便是在 直接在那众多目光注视下 出了大殿 脚踏元气升空而起 这出来两月 倒是有些想念夭夭和吞吞了 随着周园的离去 大殿内的气氛 方才渐渐地恢复过来 不过诸多弟子的神色 还是有些古怪 显然是无法想象 周园究竟是如何获得手工的 那徐妍 王磊等人 快不来到赵竹身旁 忍不住地道 赵竹师兄 会不会搞错了 连你都未曾拿到手工 同传小嘴轻轻撇了撇 目光扫了赵竹一眼 便是脉步走出 百里等人 也是以一种同情的目光 看了看王磊等人 迅速跟了上去 倒是王磊 徐妍他们 被这些目光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还欲发问 却是见到赵竹 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道 都给我闭嘴 少在这里丢人现眼 他一挥衣袖 便是甩开王磊等人 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 而王磊几人 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面色兴兴 对视一眼 皆是感到无比的郁闷 离了人物堂 周元直接回了圣元峰 然后便是落在了自家的那座洞府之外 不过刚到洞府 就见到一道圆滚滚的身影 悠哉悠哉地躺在洞府外 仔细看去 赫然便是沈万金那个家伙 听到破风声响起时 沈万金也是懒洋洋地抬头 待他瞧得周元时 顿时一惊 连忙爬了起来 喜道 小元哥 你可算是回来了 周元疑惑地道 你怎么在这里 妖妖呢 沈万金憨笑道 妖妖大姐头 在你离开苍玄宗后没几天 也就出去了 出去了 周元闻言顿时一惊 急忙道 去哪了 妖妖大姐头也 接了一道天际任务 临走时 让我打底洞府 我就时常待在这里 沈万金回道 周元眉头微皱 心中忍不住的有些担忧 虽说妖妖的实力比她更强 但她身份神秘 若是出了事 那可如何是好 到时候 她该如何和苍原师父交代 小元哥 你也别担心 妖妖大姐头身不可测 就算是天际任务 想必也没多少的危险 沈万金安慰道 周元苦笑着点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能安心地等等了 希望妖妖不会出事 她跟沈万金聊了一会 便是摆了摆手 就进入洞府中去休息了 毕竟之前长途归宗 也是疲惫得很 而在周元休息的半日时间中 她却是不知 她在天际任务中 获得手工的事情 便是非一般地 传遍了整个苍玄宗 继而引来了一片轰动 刚开始 显然大部分的弟子 都是抱着怀疑的心态 一些人甚至怀疑 是不是因为李清禅的原因 毕竟一个刚开始在队伍中 几乎被忽略的角色 怎么可能最终获得手工 或者说 是李清禅将自己的论功令牌 让给了周元 可这样一想 就让人觉得更加的不爽了 李清禅可是他们沧玄宗 无数弟子 垂涎轻慕的第一美人 冷若冰霜 从未有异性能够接近于他 所以如果李清禅 会为了周元做到这一步 那说明什么 难道他们沧玄宗这位冰山美人 对周元动心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简直就是一件 人神共愤的事情 这些言论 很快地在宗内掀起哗然大波 最终也是传入了李清禅的耳中 这倒是令得他有些微怒 不过还不待他现身 任务堂便是率先将 此次天级任务的详情 公布了出来 其中也包括了 周元在那眼水脉中 大战圣公扬玄 最终力挽狂澜 将局面逆转的诸多世纪 而这些情报 一公布出来 顿时引得宗内 无数弟子一片哗然 无比的震撼 他们对此 显然是感到极为的难以置信 毕竟周元在离开苍玄宗前 其战绩也只不过 是和徐炎齐平 而徐炎的实力 显然还不如白丽等人 但那个圣公的杨玄 连白丽和秦海联手 都打不过 最后据说 甚至还隐隐地 达到了八重天的层次 这种级别的实力 就算是在他们 各封首席弟子的资格 而周元 竟然能够打败 这种级别的人 这短短一两月的时间 他竟然提升到了这一步 但不论他们 如何地感到难以置信 人物唐公布的情报 不容置疑 那必然是属实 所以 在这短短半日间 好不容易安静了 一两月的仓玄宗内 就因为周元的归来 再度地变得沸腾 这周元 竟然能打败八重天的敌人 在圣元峰 吕松长老一脉中 那吕烟也是瞪大着美目 俏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显然他也是听说了 那从任务堂中传出的情报 吕松长老端着茶壶 苍老的面庞上 也是有些惊讶 玄机感叹道 这个小家伙 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啊 他看了吕烟一眼 笑道 你可还敢小看人家 吕烟小嘴绝了绝 啊 是是是 我知道他有能耐了 行吧 他顿了顿 方才道 不过据说是周元 得到了一柄天元兵 借助了天元兵的力量 最终才能够和那个 圣公的杨玄相抗衡 能够得到天元兵 那也是他的机缘 自然也算是实力的一种 吕松长老饶有兴致地笑了笑 道 这样看来 搞不好这个周元 还真有参与 接下来咱们圣元丰首席之争的资格 呵呵 看来你又要多一个对手呢 吕烟文言 倒是轻哼一声 道 我承认他天赋不错 不过如果他的倚仗是一道天元兵 就想来争夺咱们圣元丰首席的话 恐怕只能说太天真了一些 吕松长老笑了笑 然后轻叹一声 因为跟周元比起来 显然那陆红一脉 才是此次首席之争最大的麻烦所在 如果让那陆红一脉 夺得首席位置 那么以后圣元丰的主脉 就会是陆红一脉 其余两脉 无疑修炼资源 也会受到不小的压缩 这对于他们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圣元丰 陆红一脉处 这个小子 真是不安分 一回踪就引起麻烦 一坐石厅中 陆红在听到弟子的禀报后 也是一声冷笑 道 陆师 听闻这周元实力大涨 竟然都能与八重天的敌人向战了 石厅外 之前在洞室上 败给周元的魏幽玄 面色有些凝重的道 如果他真这么强 恐怕此次的首席之争 沈太渊长老那边 也会派他出战 陆红闻言 嘴角则是掀起一抹击翘之色 他看向坐在身前的人影 只见得那人身躯壮硕如铁塔 面色冷漠 浑身散发着一股压迫感 正是他门下的大弟子 袁红 同时也是此次争夺 圣元峰首席弟子的最强人选 袁红 你觉得呢 陆红问道 那袁红抬起头 声音漠然地道 那杨玄 不过只是勉强达到八重天而已 自身元气都不稳定 也就只能用来压制白丽 秦海这些人而已 那周元能够胜他 无非便是 手中天元兵之力 他若是真敢参加首席之争 或许他就会明白 一柄天元兵 恐怕还保不住他 袁红的声音 没有丝毫的情绪起伏 那任务堂中传出来的周元 在天极任务中的显赫战绩 对于他而言 显然并不值得一提 陆红闻言 则是面露笑容 对于这个他亲近心里培养的大弟子 他显然也是极为的满意 而袁红也没有让他失望 跟随着他来到圣元峰后 恐怕早已成为了 另外两脉诸多弟子心中 不可翻越的大山 这个周元 虽有天赋 但火候 尚缺 不必有所担忧 今年的这场首席之争 袁红你不得失手 此事也是凌军峰主再三提醒 只要我们一脉夺得首席位置 以后这圣元峰主脉 便是我们这一脉了 到时候 圣元峰的修炼资源 也将由我们一脉重新分配 另外两脉 将再无与我们相争的资格 至于那个周元 他再有天赋又能如何 找个 又投夺了他的洞府 捡了他的修炼资源 他还能翻天不成 天才弟子 我沧玄宗 最不缺的就是这个 陆红看着袁红 想必到时候 他也会后悔当初 为何没有入我们下 而是选择了沈太渊 那个没用的老家伙 袁红文言 也是点点头 眼神冷傲 陆师放心 这圣元峰其余两脉 不足为虑 首席之位 非我莫属